好 周末的時間 民進黨現任立委高嘉瑜 邀請到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來到南港這邊的一家貓咪咖啡廳 這裡其實有在從事貓咪救援 讓一項愛貓的蕭美琴特別來到這邊 來聽她的最新談話 謝謝嘉瑜委員的安排 那今天可以來這個愛心救援貓咪 非常成功的地方 也是我們很多人的典範 那也謝謝譚理事長 蕭醫師 還有我們理事長一起參與 那這個很多人是把貓狗 都當成自己的家人 所以可以想像當牠生病的時候 這個對用藥的取得 真的是心急如焚 也是對自己家人般 那所以這個動物用藥 一直是我們長期在立法院 一個重要的議題 你有聽過學貓叫嗎 沒有 我是聽過貓叫 沒有聽過叫學貓叫的歌 有聽過貓叫 沒聽過學貓叫 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身邊殺個叫 哎呦喵喵喵喵喵 因為是在貓咪咖啡廳裡面 以上愛唱歌的高嘉瑜特別獻唱了一首 學貓叫是相當的應景 兩人特別討論到了一些關於動物用藥的一些重要的法案等等 燒美琴也非常認同 也特別感謝高嘉瑜在國會推動這些法案 而燒美琴今天來到南港這邊其實她特別有感觸 因為當初燒美琴在北市選立委的時候 這邊也算是她的選區 所以燒美琴也算是高嘉瑜的大學姐 她也特別幫高嘉瑜加油打氣 希望可以將她留在國會